新一轮裁员来袭 字节跳动教育版图指向何处 11月25日 字节跳动旗下大力教育 退出中小学学科培训的消息 在市场上不静而走 理智相伴的还有业务线再次裁员的传闻 北京商报记者也了解到 本次裁员涉及中小学学科培训业务 而与中小学方面业务调整不同的是 今年10月 同属字节跳动的巨量引擎 推出了执教品牌巨量学 作为业内普遍公认的教育跨界选手 字节跳动双减后的系列动作值得关注 如何发挥本身具备的运营和技术优势 重新审视教育版图 也成为字节跳动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据透露 大力教育目前为字节跳动的业务板块之一 业务覆盖智慧学习 承认教育 智能硬件 校园合作等领域 而回到字节跳动本身 这一庞大的互联网企业 也刚于11月初完成组织调整 实行业务线必优化 成立6个业务板块 包括抖音 大力教育 飞书 火山引擎 朝夕光年和T-TEC 今年10月 字节跳动旗下巨量引擎 推出了数字化职业教育品牌巨量学 该品牌被定位成专注于短视频 直播 电商 广告营销领域的一站式 数字化职业教育平台 同时 平台上还提供了各类专业性技能文章 工学员阅读 有业内人士表示 字节跳动在教育方面的权威度布局 会让他们对教育监管的敏感度更高 育苗分析指出 对字节跳动或者大力教育而言 高中级K9的飞学科业务 都将成为鸡肋